鬼火一响爹马百哑 车头一窍阎王一笑 四名精神小伙深夜飙车 下一秒就撞上隧道双双起飞 只剩下遍地的车辆碎片和不醒人事的四名少女 一个据医生的判断已经当场死亡 血流量非常大 因为隧道是斜的嘛 血已经流了几十米 现场的惨烈程度不认知识 就连当事人母亲都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的孩子 那头总结好大 根本不认识 我说这不是我女儿 时间2017年4月14日凌晨 地点湖南长沙营盘路隧道 当地警方在一点左右接到群众报警 称在隧道中发现四个青年倒地不起 在青年附近还有一地摩托车碎片 警方随后立即出警赶赴现场 此时有两名青年已经被救护车拉走救治 而剩下的两名青年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据医生的初步判断 其中有一名青年当场死亡 已经没有抢救的意义 令人意外的是 这四名青年中还有一个名叫小文的女孩 她在第一时间被救护车拉走抢救 并在凌晨三点多联系到了她的母亲熊桂香 医生告诉她孩子出了事要让她到医院签字 此时熊桂香只觉得眼前一黑 之后立马收拾妥当赶往医院 一路上熊桂香都十分担心女儿的状况 而真正看到女儿的那一刻 更是吓得她坐在了地上 只见在抢救台上的小文已经面目全非 也为撞击位置在头部所以肿得很大 就连熊桂香都不敢辨人 她现在并不清楚女儿遭受了什么 只能不断地恳求医生要全力救她 之后警方找了过来了解这次事故的原因 看到一脸蒙的熊桂香 警方也解释了一番 称小文在当天凌晨1点 与三名位成年男孩飙车 之后撞在了迎盘路隧道的护栏上 其中有一名16岁的孩子骑得最快 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 这个孩子也是最先飞出去的 头部重动地撞在了隧道挡板上 因为没有戴头盔 在医生感到是已经失去了生命迹象 而小文当时就在这辆车上 所以小文受伤的部位同样是在头部 现在还能捡回一条命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 现在的小文因为脑部损伤 仍然处于昏迷状态 之后能否醒来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而后面两个男孩 因为当时骑行速度并不快 所以头部没有受到疮伤 但身体出现多处骨折 依然需要在医院治疗 据警方了解 始发当时四个人 共起有一黑一粉的摩托 那辆粉色摩托车是小文购买的 而黑色摩托车来源不明 而据熊桂香的说法 其余三名男孩他并不认识 与小文什么关系 他也不是很清楚 因为在出事之前 小文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回家了 原来熊桂香的家庭也很远 家中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在早些年已经出家 小女儿小文就成了熊桂香 心中唯一的牵挂 但是小文从小部喜欢学习 在初中毕业后 就进入到附近的一家商场打工 为了满足小文的上下班需求 熊桂香就给他买了一辆粉色摩托车 并多次告解其下班要马上回家 但是正处于叛逆期的小文 却没有听进去 刚上班没多久 小文就从家里搬了出去 并和他的一个女同事 在外面租房子住 因为平时熊桂香也十分忙碌 所以就没有管那么多 但脱离母亲管束的小文 就像是撒了手的兔子 每天都被外面的花花世界所诱惑 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平时也很少给家里打电话 所以小文当时在外的生活状况 熊桂香也了解甚少 直到医院给熊桂香打的一通电话 他才得知女儿在外面飙车出了事 但是小文的出租屋 距离长沙事发地点有40多步 为什么小文会在深夜 与三名未成年学生 出现在距离家那么远的迎盘路隧道呢 在事情发生之后 迎盘路隧道中的监控 随即出现在了网络上 引起了网友们广泛关注 这件事情的后续和责任划分 也引起重视 就在事故调查陷入困境之时 在医院中因车祸造成骨折的 两名男孩醒过来 警方随后对两人的驾驶状态进行了询问 根据这两个孩子的说法 他们都是在校学上 因为当天放假 所以他们约小文一起出去玩 并且选择了长沙的一条酒吧接喝酒 但是又因为没钱 喝酒这件事就灭了 也许又是因为时间太晚 所以他们就骑着摩托车回家 当时因事故死亡的男孩带着小文 骑的也是小文从闺蜜那里借来的摩托车 而小文的粉色摩托车 由另外两名男孩驾驶 因为驾驶者没有驾照 缺乏驾驶经验 再加上年轻人气上 所以他们的骑行速度很快 在限速40码的隧道中 愣是跑到了80多迈 当时的隧道光线黑暗道路蜿蜒 又因为出示路段处于下坡状态 这让摩托车的速度不受驾驶者控制 在一个急转弯处 黑色摩托车几乎比直的 就撞到了隧道隔离墙上 16岁少年与小文 带着摩托车一起就飞了出去 16岁少年当场也被撞到头部死亡 而小文万幸捡回了一条命 而粉色摩托车紧随其后 以60多迈的速度也撞在了墙上 只剩下了隧道中满地的摩托车碎片和一片狼藉 最后还是在好心人看到后才急忙报警 听到这里 小文母亲熊桂乡的心也凉了半截 在这四名青年中 只有小文年满19岁 并且两辆摩托车均由小文提供 但是因为当时购买摩托车没有进行登记 也没有购买相应的保险 所以这场事故小文将负主要的责任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 熊桂乡也只能承担下来 相比于这些 他只希望小文能尽快醒过来 幸运的是 在小文昏迷了五个月之后逐渐苏醒 但是他面临的也是不能自理的生活 他无论是洗澡还是上厕所 必须由母亲搀扶陪同 另外因为脑部受到肿创 小文的记忆力也衰退了许多 同时智力也退回到了八岁的时候 因为这件事情 小文也变得消极 整个家庭都笼罩在了痛苦当中 现在的熊桂乡也从单位辞了职 在家里照顾小文 以及上了年纪的工作 只剩下他的丈夫苦苦支撑着这个家 但毕竟他们不能照顾小文一辈子 所以就想帮小文治疗好手臂的神经 好让他能够独立的生活 但是要想治疗好这个病痛 他们也要付出花费七十多万的代价 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 简直就是天文数字 所以他们也只能对女儿做保守治疗 而这一切痛苦的根源 就是源于叛逆期状态下的女儿 如果当初没有买这辆摩托车 那么是不是就能避免这样的结局呢 在现在的这个社会中 许多处于叛逆期的孩子 为了满足虚荣心去购买摩托车 并且常常还伴随着 无证驾驶和非法改装的情况 根据警方的调查 每到深夜长沙的街头上 就会出现许多摩托车炸击 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未成年驾驶 也为未成年人的经济能力十分有限 所以他们往往会购买 被称为小年羊的摩托车 视频中小文的摩托车就属于这一款 这种车价格便宜 机动速度强 但同时伴随的就是极高的危险性 尽管相关法律有明确规定 严禁在道路上进行竞速炸街 但是其定性却十分困难 特别是对于一些未成年人 警方发现这种情况时 只能暂扣他们的车辆 但是这些人可能放回去之后 过一段时间就再次购买摩托车 出现在大街上 究其根本原因 还是家长们对孩子的关心爱护不足 导致了孩子在社会上过于放纵 就像小文的家庭一样 家长确实没有起到足够的监护作用 就连小文出事之前 他去过哪里结识过什么人 他们也不清楚 因此在这个年龄段上 家长们也应该对孩子足够的关心 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这类惨剧的发生 另外对于那些喜欢驱车竞速的人 也应该时刻注意安全 如果要竞速 应该到符合规定的赛车 俱乐部娱乐 那里会有相应的护具及应急措施 对人身安全有所保障 在公路上面去跑这东西 自己出车 那个叫自己坐 但是最好不要害了别人 感谢观看